大家好,我是郭志瑞,我现在在纽约,我们昨天有一个很大的暴风水,差不多有43厘米,今天应该很多人不想出门,所以今天特别适合送外卖,那我最近在一个美国送外卖的APP上,注册一个送外卖的工作,现在因为上学,每次订单他们多给10美元5毛,今天我们要看看两个事情,第一,在美国送外卖可以赚多少钱,第二,美国人店外卖一般吃什么,那我们先开始送外卖吧! 他要求我去比较远的地方,只有三分钟,因为今天没有办法去自行车,所以我就能走路 女人店了鸡肉饭,然后另外一个人店了一个鸡肉汤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还有书餐和沙拉,我们有好多事情去考试,我们有20分钟 我们送一个餐厅,拿了两个顶档,所以我们去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两个顶档一共赚17美元 对,还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比我高顶,这个公司没有送我那个箱子,所以如果你的塞凉了,不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有一点太胖,你可以做这个工作,可能每个星期就做一两次 这个真的是一个运动方式,有赚钱,有赚钱,有运动 他们博马路应该是这个 这个钱不是这么容易赚 他的我的是书没有,他能花了8美元,得送外卖费,这个最少 他就收了超红包,差不多 他就收了超红包,差不多 OK,完全消费 他没有给小飞,什么鬼 为什么不给小飞 这个人好坏 然后我们是另外一个,抹烂鱼 我的天啊,包子已经破坏了 我怕他给我插鱼 我的天啊,我的是书 水进了。我的ى信力在这里 太长,太长 哎呀 哎呀 。 。 。 在纽约大部分地方没有一个自行车到 比如这个人骑在人行道 这个人骑在汽车道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骑自行车 如果骑自行车可能会帅的 他的自行车可能比较专业 但是我没有这么专业的 我现在吃了很多汗 我的菜很冷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做 太冷 快点给我顶单 他可能觉得我太慢了 所以不给我顶单 我们要顶单 在一个穿帅 现在有一个新的顶单 但是我们可能是要坐地铁 我是松丸吗 对我知道我知道 我来就给你们知道 很瘦 他点了山垃圾 这是牛油 火鸭饭 大家记得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我们有20分钟去他的家 所以我们就快去我们坐地铁 我到了 然后他要求我就把这个 带给那个座门 他可以少费 这个人很好 他可以少费 我觉得他好像是中文人 因为他今天那样的菜 我们有一个Taco Bell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顶单 他叫Taco Bell 这是美式 美式个菜 然后很便宜的菜 这个菜是差不多20美元 然后他给我差不多18美元的外卖费 我有点不了解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去 或者是点吉他的 这么便宜的菜 花这么多外卖费 在网上他给我18美元 其中10美元是小费 然后到他家 他多给我10美元的现金消费 哇塞 他只点了20美元的菜 他为什么给我这么多 因为他说外面的天气真的很不好 从外卖赚多少钱 这个要看你的运气 如果每个人不给消费 那可能比较少 今天我工作两个小时 共赚了50美元 加上那个10美元的消费是60美元 每个小时赚了30美元 我觉得那个听不错 现在也要用赚的60美元 看看我可以点什么外卖 我的菜来了 不开心啊 麻婆豆腐 一碗米饭 酸汤肥牛 我是60美元的外卖 我给餐厅40美元 然后给平台和送外卖的费用 一共是20美元 因为美国的外卖费比较贵 所以在APP店外卖是比较贵的生活方式 总来说今天我花了两个小时 送了四个顶当 一共赚了60美元 我觉得非常非常热 但是这些钱里面 只有17美元是肯定可以拿到的外卖费 其他的43美元是天气费和小费 不一定会拿 但是在美国大部分人会给小费 如果不给小费 特别奇怪的事情 如果你在纽约 你每天很努力 花十个小时 去自行车送外卖 你可以一个月赚五千美元 但是这个是特别辛苦的工作 有一些流浪汉 他们就每天睡在地上 他们不要工作 好 那我现在走吧 拜拜 我是郭杰瑞